哈囉 我是Rita 今天要來氣炸鹹豬肉跟香腸 我們直接把肉放進柵欄裡面 就可以開始氣炸囉 溫度設定180度 時間設定15分鐘 中途可以直接把柵欄抽取出來 因為我們要給它做一個翻面的動作 讓它受熱更均勻喔 那要注意的是 因為這時候柵欄的溫度有點高 所以要小心不要燙到手了 你可以用長一點的夾子 去給它做一個翻面 慢慢的翻 好 翻好麵之後 就可以直接再放回去氣炸鍋裡面 繼續氣炸 不用重新設定溫度跟時間喔 耶 氣炸好了 哇 你看 超香的啊 而且那個油都逼出來了耶 接著你可以把它切成片狀 然後再加上一些蒜片 是不是看起來超專業的啊 而且超好吃的喔 不輸餐廳喔 趕快試試看吧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